今天是華潤系的,今天說的是水泥 因為水泥股最近的氣勢相當強勁 因為華水泥也好,或者是韓國,或者是三二三 其實都是連續開了四五支揚足 為何水泥股這麼強呢?和水泥價來的關係 因為水泥價上半年就持續走低 但是就去到下半月至下半月的時候 見到一個頗明顯的反彈 可能就是因為很多基建工程 上半年的上馬速度或是分月預期 其實就上馬慢了,導致基建或防疫產動工 水泥需求減弱,導致水泥價格也有走率直漲 但是去到下半年的時候,可能最快上半年的進度 尤其剩下四個月的時候,可能對地方政府來說 上半年延伸的工程,下半年都需要儘快去上馬 可能就有些基建工程增加 再加上環境產動工也是一個正常的狀態 所以見到水泥價格,其實在白月下旬開始 反彈的幅度或是速度是頗強勁的 而今天仍然在升,甚至有個部分的地方 例如華東華南浦和普通的城市 其實出現一個水泥短缺的情況 所以對於整個下半年大家對水泥價格 應該是有所憧憬的 現財的上升或是價格上升 大家都擔心引來一個監管部門的注意 或者是有人要控制價格 但我認為短期間不需要有這個地方擔心 第一,就是水泥價格雖然反彈 但是距禮高位仍然相對比較遠 第二就是通常水泥比較少吸引到一些市民人士 可能叫聚期 一來就是水泥單位的體制太大 所以你找倉儲存水泥 其實就不是太罷算 還有水泥和降機能 就是水泥會有使用限期 通常你擺過一個雨櫃之後 其實就很難用到 還有水泥都沒有期貨或者其他的衛生工具 所以都不會吸引市民人士入場炒作 謝謝